南海问题,中国尚且能忍 菲律宾踩上另一条红线 中国必然出手 大家好 最近中国和菲律宾副外长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 主要讨论鲜兵礁问题 中方敦促飞方立即撤离有关船只 而菲律宾方面则强调 鲜兵礁位于所谓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重申菲律宾的一贯立场 说实话,菲律宾在我们这儿的幸运度已经是负值了 承诺的协议说推翻就推翻 甚至刚谈判完转身就不认账 把外交当成儿戏 跟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而且会谈之后 菲律宾军方也做出了一些表态 似乎是有强烈的预感中国要动手 菲律宾海军发言人 特里尼达警告 如果中国想拖走仙兵礁滞留的菲律宾船只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反击 如果事态升级 菲律宾西部司令部知道该怎么做 以菲律宾的海军海警实力 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对抗不了中国 他们敢放出这种狠话 也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和怂恿 他们更知道中国会忍气吞声 毕竟仁爱礁坐贪了20年了 再到仙兵礁复刻一次也不是不可能 菲律宾一边蝉食南海 一边假装谈判 中国曾提出各自争议共同开发 积极推动各方签署南海行为准则 再加上每年对东盟有那么大的贸易顺差 所以在南海方面我们还是能忍着忍 中国为什么执着于签署南海行为准则 是因为只要中国和南海周边各深所国 对南海行为准则的实项内容达成一致 并签署了有约束力的文件 谁违反了谁就失去了正当性 到时候出手 东盟其他国家也不会有异议 不至于像俄罗斯在舆论法理上那样被动 可以说在南海问题上 只要菲律宾不是做得特别出格 我们还是可以暂时忍耐的 但菲律宾却把大国的忍让当作懦弱 甚至越来越放肆了 最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 就联大第2758号决议有关问题 接受菲律宾媒体采访时 说有人企图将台湾问题和中非海上争议挂钩 这是荒唐且危险的 这个采访的背景是 最近菲律宾国内有人声称 飞台地理位置相近 交流密切 所以台湾问题事关菲律宾国家安全 和日本的论调越来越像了 去年菲律宾对美国开放了新的四个军事基地 其中就有一个距离台岛相当近 当时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多次辩解 不是针对台海局势 只是方便紧急事态时撤侨 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他们明知道台湾问题这条红线不能踩 但最近一年时间 菲律宾这次看挑衅没有代价 开始疯狂试探了 我记得很久以前菲律宾就主张 一些岛礁离菲律宾更近 所以应该属于菲律宾 当时我们领导人就说过 从地图上看 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如果台湾这个红线 菲律宾也敢踩 那就不是一个性质了 胆敢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那你就要做好迎接暴风授雨的准备 谢谢大家再见